現任港交所主席史美麟預告將會離任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 香港交易所將會任命前證監會主席唐嘉誠為新任主席 預計他將會在4月24日後接任 另外報導指 除了唐嘉誠外 行政會議成員 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也是主席的考慮候選人之一 不過在上年底就有媒體透露 任志剛曾私底下向財金界的朋友表示 無意出任港交所的主席 除了史美麟 港交所前行政總裁歐冠昕 也提早在2月底離任 而陳奕廷成為港交所首位女行政總裁